今年我不得不离开山西 下雨了 终于下雨了 今年我们这里大汗 大家好 我是卡琳娜 去年这个时候 我们在山西 父子做我们家乡的桃子 山西的桃子特别好吃 脆脆甜甜 但是今年 我不得不离开山西 来到贵州 因为我在这边 有一个合作的机会 可以跟朋友一起 做一点小生意 挣一点钱 当然了 我之前的工作 就是我还是继续做 我负责教外国人 说中国话 了解中国文化 有时间的时候 我在这边继续学感情 所以基本上 天天都有事情可以做 今年劳工安排好了我 出去来到贵州 跟我们共同的朋友 一起创业 去问在山西 负责直播待会这一方面 为了更好的生活 我们俩 一定要一起 努力奋斗 因为只能靠自己 希望大家也可以支持我们俩 我们一起加油 哈喽大家好 我是许位 一直没雨 今天好不容易下了一条雨 天气也凉快了 这不是太大了 这几天 这几天一直在找桃子 然后 发现了 今年的桃子因为大汗 这个桃子都不大 然后呢 汗了之后 那个糖度呀 口感呀都还上不来 所以很着急 也想像人家 像别人一样赶紧先卖着 但是呢 口感上不来又不好 不好意思去卖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的纠结 是想要口感呢 还是就就想随随便一卖 但后来我们想了一下 说是要保证大家的口感好 好了之后再去做这些产品 要不然的话 我们价格和人家差不多 你凭什么到我这里买 你九块九十九块九 二十九块九 到哪里都能买得到东西 所以我们打算再等一等 刚好今天下雨了 雨水 让这个桃子的棚打 再大一点 让你多喝点水 向我要 哇塞 真一次在地里面 被淋得落汤鸡一样 太舒服了 好不容易 我们最近几天一直是 四十度的高温 然后冬老师走了之后 就马上下雨了 哈哈 好凉快啊 但是问题问题也来了 哦 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喜欢吃桃子口感好的呢 还是就像现在想尝个鲜 有一点点桃味淡淡的甜 嗯 还是喜欢吃那种的 稍微往后一点的 它那树上成熟 就是你完全没有吃过 这一口咬下去 有那种桃子很惊艳的感觉 大家可以在评里去跟我说一下 啊好冷啊 哈哈哈 我们找了很多的桃园 好不容易有红的 但是已经定出去了 这个口感现在特别的好 但是今年的桃子整体都小 因为太阳光照大旱 光照太足的话 它这个桃里面水分比较少 然后吃起来稍微点柴 啊 再等等它成熟了之后 它会更好吃 但是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啊现在我要找个地方去躲雨 太阳晴了 天气这么好 带大家去看一下桃子 现在的桃子成熟度能高很多 然后呢甜度也上来了 今天尝了一下特别好吃 把餐这两天就准备开始 我的天哪 啊 欢迎大家来我们山西 看一看 现在硬度脆度甜度都很都很不错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带大家看一下 桃子 你看一下 这种的带麻麻烈烈的 麻麻点点的这种特别好吃 啊 我们刚刚吃了一下糖度 大概在13个糖左右 啊 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树上熟的 然后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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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